一外消息,国道3号远临古坑路段上午传出了火烧车 经销到场时整台车已经被烧成灰烬 车上驾驶被烧成了焦尸 警察发现他竟然是嘉义市警局少年队小队长 从仅超过30年表现非常出色亮眼 还曾经货搬机优远景的荣誉 同事听闻消息都感到相当不舍 浓浓黑烟从远方就清晰可见 靠近一看整辆车已经被熊熊烈火吞噬 让人触目惊心 消防人员到场时整辆车被烧得焦黑 至于车上驾驶已经不幸死亡 调查后发现死者竟然是嘉义市警局少年队小队长谢正安 同时听到噩耗都很震惊不舍 今天早上8点迁出前往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去洽工 那在返程的过程中发生火烧车 车门是有稍微打开的状态 那应该是有想要推开车门 根据了解车子2013年出厂 去年底才保养 甚至今年5月采钢车舰 一切尊规定办理 究竟为何突然起火燃烧 还要云林消防局鉴定研判 自者今年52岁担任嘉义市警局少年队小队长 是警员班133起毕业 从仅超过30年 不只表现亮眼 2016年2017年更获班既有援简荣誉 办公室内座位上的键盘外套都还原封不动 科兴物主已经离世 汉市传出同事不舍家属 只希望能好好处理后事 吉尔松和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